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er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基隆市的天天先排股飯 那下午5點多,這邊排隊的人非常的多 那我先從外帶的開始排 內用的是外帶排隊的三倍長 好像在排那個深夜和牛飯一樣 這邊是寫著人愛虛孝山路42項 我沒有看時間喔,排隊至少也排20幾分鐘 那跟排藍孝軒生意和牛飯一樣 要非常久的時間 那就算是排外帶也是要等 現在這樣大概還要再等十幾分鐘 然後內用的桌子就小小的這樣 都是這種小小的桌子這樣子 那內用的菜單大致是這樣 然後我還蠻平價的 只是現在要等很久 好,那在這邊又等了十幾分鐘 那感覺目前可能新聞炒的比較厲害 所以真的就都還要等蠻久的 好,根據這邊客人的說法 說我以前在巷口的時候是都不用排隊的 天啊,下一個終於是我了 照理講這應該蠻快的才對 哈哈 好,希望蛋是半熟的 對啊,這個便當的東西應該要很快才對 哈哈 好啦,反正都已經來了 我們還是買好了 剛剛也拍了半個小時多了 好,在收拾了 好,我們還是要拍了 好,我以前要放了 對,這個得適合 再來就是牛蝦了 沒有 好,風蝦了 兩個湯和牛肉 沒有那麼多了 這排的那排蝦呢 沒有那麼多了 沒有,謝謝 很好看 然後一個蝦仁排骨 然後一個魚排排骨外帶 那個蛋應該是半熟蛋 排鮭跟排鱼 那個蛋是半熟蛋 沒有,我的那個要半熟蛋 對啦,都是半熟,可是我們的飯很燙 這個也是會熟的 飯很燙,你看 我的飯很燙 你擺下去,它也是會變熟 就是沒有它硬就好,這樣可以 OKOK,好好好 我們要下去燙飯也是硬 好好好 那你等一下半熟的飯 所以比較爽 OKOK,好,就這樣 等一下,等一塊魚,你叫我 等魚齁 等魚齁 對對對,兩百一 好,那就非常非常麻煩 沒有餒,不好意思 好,這樣 好 好,謝謝 好,那 到時候就這樣 OKOK 好,那 排隊的人潮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好,走到巷口再給各位看一次 好,可以看到排多長喔 非常的誇張這樣 好,那我只要把這個蝦人排骨飯外帶出來吃 因為裡面人太多了 不知道排到什麼時候 它裡面就是這樣 也是有蛋喔 但是那個阿姨有講說 因為它飯比較熱,所以就 會變成比較熟 那說的是 是對的,那就沒辦法了 就沒有辦法看到那個蛋液流出來的樣子 好,剛剛有看到它淋上一個粉紅色的醬喔 應該就是特殊的醬汁吧 然後口味還不錯 嗯 根據我後面那個小姐講說 他之前在巷子口的時候 他說他們動作很快喔 現場變得慢慢的 好,那這個是蝦人的部分 嗯 蝦仁吃起來好像是賤蝦喔 好像是 然後感覺它的鮮味還蠻濃郁的 好,說真的啦 剛剛那樣等到我肚子都餓了 嗯嗯嗯 好,蝦仁口味很好 好,我吃吃看排骨喔 這個也是他們招牌之一 嗯嗯嗯嗯欸 嗯嗯,喔 嗯嗯嗯 可以看到,這邊應該可以看得到吧 這個肉汁的含量比較少一點 所以吃起來稍微感覺有點彩彩的這樣 不過整體吃起來還不錯啦 我剛剛看到好幾個人飯都沒有吃完 不曉得飯是不是不好吃 這個是高麗菜 菜炒得還不錯 再來是飯的部分 飯也還好啦 但是就是感覺上比較沒有什麼醬汁這樣 整體來說算是一個好吃的便當 這醬汁比較沒有種到飯裡去這樣 就是菜吃菜,飯吃飯的感覺 蝦仁很好吃 這樣等這麼久我當然會扣分扣比較重一點 我覺得分數是 82分 好吃是好吃的,真的等太久了 等到天荒地牢 蝦很好吃 然後一個便當要等到30多分鐘 就看各位覺得值不值得 我可能應該這一次我就受不了 就吃給各位看 酸菜還蠻好吃的 酸菜量應該要給多一點 這樣感覺就會比較豐盛一點 酸菜跟飯倒是還蠻搭的 酸菜跟飯倒是還蠻搭的 有兩個比較亮眼的配菜 一個就是蝦仁,一個是酸菜 兩個都還蠻好吃的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想吃的朋友就可以考慮看看 內容真的要等好久 好像只有那四五桌而已 好,那我吃的差不多 原則上我覺得它是一個好吃的便當 當然就是應該是被媒體炒作得太厲害 所以現在 要等太久 所以它導致它CP值稍微低一點 可能平常日來買的時候 應該不會排隊排到這麼長 算好吃 但是就是排太久 這個是我的結論 那這家店它比較明顯的特徵 就是在這個孝山路 還有一個 華壽司 然後這個巷子口有一個叫做 茶老大 這邊就寫著 天天鮮排股飯 42巷4號 就可以看到這家店 那敢說這個 現在排到這邊的都是YD客 包括我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我不曉得等這麼久 你會不會心情很糟 這個應該會扣五點分 好,掰掰